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 走了 帝君 我来了 我简单换了衣衫 出电门 帝君 怎么这么早 我可以喊你的 怕你贪睡 那倒是 年纪大了都不怎么睡觉 我爷爷他 帝君猛然转身 我转了上去 力道很大 猝不及防向后道 帝君扶住我的腰 一手敲向我得头 小白 你很在乎我的年纪吗 你小时候可听天喊我东华哥哥的 他眼里光滑流动 你想喊我爷爷还是东华哥哥 看来男神仙义都是不愿意老的 帝君也和哲言一样 不喜欢别人说他年纪大 我对上他的眼睛 帝君气势压得我心慌乱地跳住 我自然是不想喊他爷爷 可东华哥哥 想起我和刘光一结金兰的时候 他只贴一个要求 自此后 不许再喊任何人哥哥 我伸手抓住帝君衣服 我不会喊你爷爷的 你长得比我爹都年轻 帝君有时虽后悔修改了他的记忆 但他能平安长大 有缘在跟在自己身边 自是不会计较一时得失 他定会是他的帝后 笑笑拉他起来 心道 仙徒漫长 小白 你终有一日还会喊我东华哥哥 我等你 两个人一举一动 尽收众林眼底 他从前觉得魔族耐得嚣张的魔君喊帝君冰块脸是有道理的 因为任何事在帝君的脸上都很难看出情绪 可他一发现 四海八荒有一人 时时 叫帝君老人家脸色丰富 殷勤难定 丛林远远跟在后面 祈祷小地鸡早日明白帝君的心思 别真把帝君老人家心甘虐出毛病 他可没法跟与话的老祖宗交代 我和帝君才好合路 看着七彩的琉璃瓶子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小叔生辰我没有准备礼物 看来要被小叔挤兑了 帝君看我叹气 万 有事 我忘了给小叔准备礼物 折眼老神仙他惯会挤兑人 怕是要被他逗弄了 这有何难 真心最重要 帝君把我带到他的茶园 只住一棵粗壮的白茶树 自菜 自嘲岂不是最好的礼物 帝君 这莫不是那棵传说中的白语树 但 你知道 折眼老神仙自诩情绪优雅 品味高洁 每每说几十里桃林都甚是得意 可他只要说到洪荒之初的这棵白语树就觉得桃林的瑕瑟暗淡了一些 怎么 他还在寄予我的树 他说是帝君你抢了他的树啊 帝君下下 谋色幽远 拜 好像是我抢的 洪荒之初 混沌天地虽荒满可也生有一些奇物 这棵白语树随天地而生 叶子铺展开如一片白语 茶汤 香气随四季 随水变幻 石枝神清新鸣 当初在凤凰山 折眼心一步发现了这棵树并下标记 时之等他去挖树那日却被少碗缠住 和他比拼谁是天下第一只凤凰 眼睁睁看住东华指挥住几个额头无亲的小子给扛走了 帝君 茶才好了 你得教我怎么炒 帝君收回神思 啊 唇角挂上笑意 多炒些 送给哲言 帝君指挥我一点点炒制叶子 随住火的温度 幽兰的香气弥漫在茶园里 帝君兴起 握住我的手在锅里翻动 教我用不同的手法烘焙叶子 那些叶子在指尖转动 我开心地道 帝君 以后茶叶都归我来炒 小白 你说话要算数 一辈子都得给我炒茶叶 哎 一辈子 帝君你也太能讹人了吧 我看住他 撤 厨师你找了个免费的 这又讹我给你炒一辈子茶叶 你这么有本事 怎么不去讹个夫人回来 他举住我的手 把茶叶放到鼻子下吻了吻 又高高洒下 撤 得了 他正在路上 香气溢进鼻子 我心动了下 莫名有些情绪 彼时 我并未明白 我其实不想他找个夫人回来 小白 有心事 我在想的给茶叶做个漂亮的盒子 心里慌乱 随口说了一句 帝君随手画出一大块白水晶 茶和别的东西放一起容易走位 水晶好看又可以保留茶原有的香气 我的情绪来去都很快 看着帝君画了一张漂亮的图纸 想着小叔拿到礼物时开心的样子 又开心地坐在帝君身边 小心雕琢水晶盒子 帝君用刚炒制的叶子煮了茶 鸟鸟茶香飘散 帝君偶尔指导我一句 测识 我觉得书上常说的一个词 岁月静好就是这类样子的 从前书本上的许多东西我都体会不到 读万卷书 不如跟着帝君做厨子 片刻后有些安静 我抬头看 帝君他单手之一在睡觉 他起得早又陪了我一个上午 看来是累了 我悄悄地挪了过去 但跪住看他 帝君顺时脸色温和 倾洒下来的银发一根根 像带着魔力吸引我更近一些看他 刚才他说 他讹了一个夫人在路上了 等他娶了夫人 那我再来太成功就不能这样随意地和他玩笑了 彼时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完全忘记了书本上讲男女受受不清这样的话 偷偷地清了帝君的脸颊 看他还没醒 一不做二不休 画出剪刀 剪下了帝君的一缕银发 捏住一缕银发症窃喜可以拿到小花腰面前炫耀 帝君舒然间睁开了眼睛 我傻了 刚才的勇气也没了 这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老虎屁股上拔毛 一时雨色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小白你剪了我的头发 我不是个完整的人了 你要怎么陪我 他见我不语又说 洪荒之初 谁拿了男子的头发就得 帝君哪里有父母 白凤酒不过剪了你一缕头发 他拔些狐狸毛还给你便是 刘光哥哥 我相见到了救星 赶紧收了剪刀和银发 到了刘光身边 对帝君笑道 帝君 我撸最好的毛给你作笔 我的毛也很金贵的 三殿下破扇子趴得打开 看住帝君说 按习俗 男子送头发可算是送定情之物 帝君你这是 笑说 才不是 是我自己剪的 就这样剪的 我拿出剪刀 咔嚓剪断了刘光的一缕头发 撤 就这样剪的 三个人都盯住我 刘光叹了口气 在我耳边说 白凤酒 你在太成功 莫不是智障了 我丢了他的头发 荒乱地道 我去做饭 帝君看住凤酒 随手丢了刘光的头发 眼里露出笑意 对两个人道 我和小白心炒的茶 过来喝 连送花花公子的名号 虽做得有些冤枉 可他对情之一字笔 对佛经的理解还通透 这几日和刘光住在一起 不过简单的一些闲聊 就猜到刘光 对青秋小地基的情分 不比地金钱 两个人年纪相仿 又尝住青秋 帝君有没有机会 还不好说 三个人喝茶闲话时 我很快做好了饭菜 今天做的都是帝君 最爱吃的几样菜和糕点 坐下后 我先给帝君加了菜 看住刘光举过来的碗 又给他也加了菜 连送面下自嘲 那我就自力更生了 我因他二哥桑极的事 原本对他甚是不喜爱 但跟在帝君身边 一些时日 亦是悟到了一些东西 想住能得帝君 青睐的人大抵不是坏人 便客气了一下 三殿下喜欢就多吃些 多谢帝君 帝君 帝君给他加一块鱼肉 放碗里 听说玄冥的小夫人怀孕了 不知 这关我何事 不关吗 怎么听说你亲了他 便传出了消息 我手一叼 记得在姑姑的画本子 看见过 男子亲了他的娘子 然后熄灭了烛火 就有了小娃娃 抬头看看天空 刚才 偷亲帝君的时候 天是亮的 我该不会这么倒霉 怀了小娃娃吧 小白 我筷子趴地落在了桌子上 按 干嘛 帝君看住我笑 笑得我毛骨悚然 连颂看见帝君 眼底一抹戏弄人的 坏笑一傻而过 悠悠地道 倒霉啊 看来这是真的了 花花公子果真花 我偷瞟了一眼流光哥哥 他安静地吃住饭 我心安定下来 又是流光哥哥会照住我的 再说 刚才天还大亮着 不够还是尽快回青秋的好 我和流光回青秋的时候 三殿下请帝君陪他去 玄冥那里解决问题 帝君顺路把我送到青秋的路口 临走的时候 他说 小白 你答应我回来的 我不会失信的 帝君又低头看我 小白 你若有事可以随时回来找我 又一位深长地说 我是个有责任心的神仙 我心道 帝君这人为了 框我去给他做饭 炒茶真下功夫 可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他帮我晚而发的瞬间 我竟然有些不舍得他走 那边流光哥哥和三殿下词别后 拉住我进了青秋 连宋见帝君还在看住凤九的背影 笑道 帝君 你对青秋小弟姬是怎么打算的 打算 对我未来的帝后能有什么打算 帝君手拍在他肩上 走了 回去 连宋回头看了一眼青秋 心道 他夫君日日想住平衡四海八荒 可乎第一个女儿一个孙女 就拿下四海八荒 厉害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